輕鬆的打折 送上運動藍牙耳機 新北市長侯友宜期許網球選手徐靜雯 可以聽音樂放鬆心情 面對更多競賽的考驗 徐靜雯2月2號才拿下澳洲 倫瑟斯頓女網賽雙打冠軍 之後還要前往日本參賽 比賽空檔與市長見面 他也不忘提出心理想法 下雨天的話 可能我們基本上都是往 提示人中心去訓練這樣子 就是沒有一個室內球場 可以給我們使用 希望以後就是 在硬體上面 就是可以多 就是有室內球場 徐靜雯的願望侯友宜很有感 事實上新北市也正朝這個目標邁進 規劃16座國民運動中心 除了提供市民舒適的運動場域 也打造專業空間 作為競技選手的訓練 在室內的像類似宏羽操場 或是哪些室內的地方 可以把它變更來 作為網球的賽事的地方 或是練習的地方 以及我們運動中心看還有沒有空間 為出身新北的網球好手加油打氣 侯友宜也提出退役選手生涯規劃計畫 要讓這群運動員征戰世界沒有後顧之憂 記者謝耀珍 張文雲新北市報導